作为一个商人 在进行经营活动的时候 你要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这些人的道德水平 修养水平是高低不尽相同的 也是参差不齐的 但是有一点却是一样 那就是在交往中 这些人都是必有所求 在商业的经营当中 甚至就是在一切的社交活动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 都是带有一定非常明显的目的性 这种目的性就是精神层量上 有的是物质层面上 但如果了解了这些需求 就能在交往中征服对方 著名的这个马斯洛在需求理论 就是他在1943年出版的一个叫 人类动机理论 他在这一本书中当中就指出 人的需求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 而且是相互制约 层层递增 这五大需求 第一大需求就是生理需要 这个层次主要指的就是人的衣食住行 在这些方面的需要 这是人类最基本的 也是生存的推动力 但是在这方面 人是有最强大的需求了 第二方面就是经安全的需要 主要指的是人对自己的财产 住所的安全 以及人身安全方面的一些的需要 第三个层次就是社交需要 指同亲人朋友同事上司之间的交往 建立友谊互相帮助 使自己的局面更加友善 使自己又找到一种归属感 等等等等 第四 就是尊重的需要 指名于地位 知识 能力 受人尊敬 在这个层次上 满足自己的一种需要 第五种需要 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 指自己适合做的工作 充满发挥自己的智慧 和能力不断的自我创造和发展 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报复 等方面需要 这是最高级 也是最难满足的一个层次 马斯洛的这一理论 可以说是高度的概括了 人类的所有行为动机 但如果你能够很清楚的 深知一个人的动机 那么他接下来将会做出 哪一系列的动作 那就非常的容易判断出来 那么这个技能 对于一个在商界当中进行打拼的 一个商业人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经商之道 要善于查员观色 以言之人 从中找出有利的 这种商业信息 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同的人 在需要上会有所不同 从一个人 由于所处的地位 时间 条件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那么他的需要也会不一样 那么这种情况 差别就会在人的 这些个言行当中 去体现出来 但如果能够找到这些差别 才能采取相应的策略 适当的一些个措施 从而取得了竞争的成功 来促成 或者是促成你的交易的一个达成 因此在商场上 你要实时的去观察周边的一切 保持对商业信息的一种敏感度和洞察力 你才能够抓住商业上 瞬间即逝的这种机遇 当年这个胡雪岩 在王永灵逝逝之后 他们能够结识左中堂 他靠的就是察言观色 敏锐的抓住这个机遇 那么左中堂在召见胡雪岩之前 已经听到小道消息 说胡雪岩这个人 见利妄议等等等等一些坏话 所以对胡雪岩刚开始的态度并不是很友好 但是胡雪岩善于察言观色 他通过左中堂在和他的交谈当中 左中堂透露出来自己是在这个钱粮上犯了难 那么胡雪岩就从这个方面下手 拉近他和左中堂之间的关系 从而又找到了一个晚清后的一个大政治上的靠山 使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 所以我们不能不说 不能不说 察言观色在生意场上 包括你在生活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往中的技能 现在有很多的UP 建议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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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